大家好,我是三喵携小尾巴上岗 之前我看有的朋友在留言区里说 三喵,你能不能聊一聊苏联大清洗时候的雅各达和叶若夫 林连还专门加上一句 不要联想,不要联想 这是我的猫在键盘上敲出来的 巧了 我经常跟小尾巴聊了半天 他喵喵喵喵喵喵 在键盘上也啪啪啪 踩来了很多像 我大概知道他想说什么了 所以,鉴于他只会喵喵喵 我把小尾巴说的话给翻译成人能听懂的语言 以下说的所有的话都来自于小尾巴 不要联想,不要联想,不要联想 要苹果,要戴尔,要惠普,要外星人等等 好,咱们开始 众所周知,苏联当时的大清洗真的是惨绝人寰 从1934年到1938年 起点是所谓的列宁格勒州书记基洛夫 被暗杀事件 那么整个大清洗抓了600万人 那么杀了大概两三百万人 这不关于大清洗 有各种各样的笑话吗 斯大林同志的烟斗丢了 当时的特务头子贝利亚找了一堆人 然后这些人经过严刑拷打 都承认自己偷了斯大林同志的烟斗 结果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桌子底下 找到了自己的烟斗 你还有比如说 英国人认为最幸福的事情是在壁炉前面 坐着烤火撸猫 对不对 意大利人觉得最幸福的事情是在海滩那边 晒着太阳看美女儿 苏联人最幸福的事情 同志,我找伊万 不好意思,你找错人了 伊万在隔壁 这是苏联人觉得最幸福的事情 等等,关于大清洗,非常惨痛的很多事情 过于惨痛,哭不得,只能笑 很多时候苏联笑话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这个大清洗当中 为斯大林去冲锋陷阵 安前马后的这些贵子手们 认为如何呢 这当中不得不提 那么几位雅各达和叶洛夫 当时基洛夫遇刺事件之后 斯大林就只是要把这件事情给扩大化 查一下去 谁只要有一点点嫌疑 统统要抓起来 那么当列宁同志逝世之后 那么苏共的这六个领导人 你看我专门记了个小本本 当然有斯大林同志 还有基诺维也夫 还有加米涅夫 还有布哈林和李可夫 那么这几位 您想想这其他的几位下场会是什么 那么当然基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很快的就被怀疑说 你是背后指使去刺杀了这个基洛夫同志 那么你们是有罪的 然后呢就抓到监狱里面 然后严刑拷打 你承认不承认吧 然后第一次莫斯科审判的时候 这个基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啊 他们就被处于死刑 本来这个他们是被处于监禁的啊 基诺维也夫 你要知道当时也是这个苏共的 那么几个领导人之一啊 对吧 虽然不一定是小矮人 但是斯大林一定是小矮人 他当时对于那位格鲁基亚小矮人 还是有一定的幻想的 他在被抓进监狱里之后啊 还给这个慈父写信 说我现在深刻的忏悔我的罪行 我现在看到报纸上 您的画像 我决定全身心的把我的灵魂交给您 就这样的话都能写出来 比那个郭默若写的东西吧 也差不多了 但即使这样啊 并不能挽救他的这个性命 然后呢 这个是雅各拉亲自给他们处于死刑 据说在处死刑的时候啊 这个纪诺维也夫还吓破了胆 或者说还留有一点点的这种幻想 不断的亲吻雅各拉的靴子 试图去让雅各拉饶他一命 而加米涅夫制止了他说 不要这样 我们要有尊严的死去 结果这两个人当然被雅各拉给杀掉了 而这个雅各拉保留着这个枪毙 这个基诺维也夫的子弹 也不知道这个子弹是不是五分钱啊 这个也不好说 那么当然库利一个啊 杀了那么多的人 但是斯大林还很不满意 一方面呢 杀的人显然不够多 因为苏共的这些领导 这些元老怎么只杀了这几个呢 什么李可夫这几个人 怎么还在呢 不行 办事不立 第二 你已经杀了这么多的人 你已经替我干了这么多的脏火 好 你可以下去了 这是古往今来 所有库利们都不可免除的一件事情 你看看汉武帝的库利 你看看武则天的库利 你再看看斯大林的库利 本质上下场完全一样 那么雅各拉在后来 突然被任命为什么呢 油店部 你去管一个油店的东西吧 对吧 然后看上去也是一个职务上 也是揽了很多的权力 但是你已经不管人民内务委员会了 在苏联这种人民内务委员会 齐卡这种机构 你知道的 那可是对于几乎所有人 具有生杀语夺的这样的大权 对不对 在这种情况下 雅各拉 对吧 你既然已经被调离了内务部 这是什么下场 也知道了 所以不久之后 这个1936年 他是被调到油店部之后 不久之后 1938年 他就被执行枪决 枪决 他们呢 是这个内务部的头牌的 这个执行柜子手 叫布洛新 这个后来啊 你包括图哈切夫斯基元帅 包括卡廷事件当中 很多人都是被这个布洛新枪决了 可恨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布洛新到最后名义上讲是寿终正寝 他没有被人枪决 只不过这个有些小道消息 说他是自杀的 所以说你看 哎 好人不偿命 坏人这个得以常享受考 天理何在 或者说这个世界上大约就没有这样的好人吧 对不对 那么雅各达下去了之后 谁来继承的呢 叶若福 这位啊 身高不足1米6 对吧 可能比郭敬明高一点 如果说你去激怒郭敬明 他能跳起来打你的脚踝 那么叶若福大概你激怒他之后 他能跳起来打你的膝盖 但是啊 他为人非常非常的残暴 而且呀杀人 毫不留情被誉为血腥的诸如 那么在他的亲自指挥 那么在他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之下 当然可能其实是慈父同志的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之下 当年能跟慈父平起平坐的这个布哈林和李可夫 也被逮捕 也被枪决了 当然据说布哈林和李可夫在临行之时 根本就没有说任何一句求饶的话 反而在不断的咒骂斯大林 中枪之后 倒下也没有说什么 这让斯大林恼怒不已 当然包括图哈切夫斯基等等 这样的一些人 都是被叶若福给定罪 给枪决了 当然执行枪决的不一定是他 而是那个头牌刽子手 这个布洛新啊 那么当然杀的人太多太多了 这个袁老师能能知道这个东西啊 就是陆军元帅 那多少个被干掉了多少人 海军元帅全部干掉 空军元帅全部干掉 你想想苏贡高层五六个人 最后杀的只剩斯大林一个人 那在这种情况 大清醒的目标达到了吗 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是达到了 对吧 我是真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人 为这样的大清洗去洗地的 对吧 总是觉得这叫迫不得已 我不想说什么 如果您觉得给大清洗 这个是正义的 请赶紧把我给拉黑啊 就类似这样的一些事情 总之杀了太多的人之后 1938年 对吧 这个斯大林同志 终于开始不大清洗了 因为杀的人已经够多了 他的党内权力 已经足够的被固化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说这个 不要把清洗扩大化了 对不对 那么是谁把清洗扩大化了呢 这一定不是慈父的责任 慈父一定是伟大的 光荣是正确的 不可冒犯的 那一定是有人把政策给执行过来了 诶 熟悉吗 上面的政策是好的 底下执行过来了 谁来背这个锅呢 不好意思 叶若夫 您来背这个锅吧 所以一开始啊 这个叶若夫杀人 正杀的兴起的时候 被转任为这个什么 这个水运委员会 他的这个会长 那表面上看 既兼顾这个内务部 又兼顾这个水运委员会的这个会长 诶 是不是挺好的吗 这个赛挺不是也说过 当时苏联这个五海工程吗 嘿呦 这样我抓囚犯去给他们 去修运河 好棒好棒的 对吧 可是叶若夫同志 您的这个事情太多 忙不过来 给您推一副手吧 这个副手去管科格勃 管这个内务部啊 这个副手可能很多人听说过 叫贝利亚 对吧 这个贝利亚是什么样子 我就不夺奖了 对不对 等后来叶若夫发现自己 被贝利亚夺了权 已经事情不妙了 后来他在1939年被捕 1940年被枪决 而枪决他的又是那个首席 刽子手不落心 对吧 那你说这是一种循环吗 你说这是大快人心吗 我一点都不觉得 我只能说 哎呀 怎么会有如此邪恶的人 怎么会有如此扯淡的这种历史 而怎么会有人把这样扯淡的历史给洗白了的 对不对 当然这个人民内部委员会在贝利亚和这个慈父的带领下是愈发的发扬状大 以至于到后来这个贝利亚已经成了事实上的这个隐形皇帝 当1953年这个斯大林同志这个终于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 就是他死了 那这种事情之后呢 贝利亚真的就想当皇帝 然后被政变 赫鲁晓夫和朱可夫他们政变 把这个贝利亚给推翻 最终呢 贝利亚在1953年的12月23日也被处决了 对吧 当时给他安的罪名 你想把人民内部委员会凌驾在斯国埃之上 你想干什么 对不对 所以说这些人也都没有好下场 你说是因为他们作恶太多吗 也许是 可能更多的是他们作为酷利这样的下场是必然的 而等到戈尔巴乔夫时代 苏联的很多事情不在那么禁忌的时候 这个雅各达 叶若夫以及贝利亚的后人们 试图给他们去平反 但是这个苏联都驳斥了平反的要求 对吧 这样的人都能被平反 人性何在 对不对 连苏联都不可能给他们平反 那么到了苏联解体之后 他们的后人弃而不舍 继续向俄罗斯去请求 给他们去平反 俄罗斯都不给他们平反 还是那句话 连这样的人都能平反的话 人性何在 当时被他们冤杀的 基诺维也夫 加米涅夫 布哈林 李可夫等人 在1988年都已经被平反了 但是这些人 想要平反的话 也不一定不能得到平反 至少在简多网络里面 还是有一些人 奉这些人为这个的 所以说 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 只能是一声叹息吧 你读历史读这种东西 真的会让人心情很不好心 今儿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欢迎您关注我的频道 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